因为通过这次疫情 清新感受得到了 包括日本还有西方国家的人 根本不了解中国 大家都不相信 中国官方媒体说的一个内容 中国官方媒体说的数字 比如说确准的人的数字 还有内容 西方国家日本根本不相信 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个矛盾 然后政治化 所以就特别感受到 就是怎么讲 西方国家日本都完全不相信 然后就是互相攻击的感觉 就是中国人也很难过 他们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就没有人相信他们 就是没有人相信中国 所以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喜欢中国 而且我住在中国 所以我知道官方说的数字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很相当真实 因为我住在中国嘛 所以我知道 但是就不相信 就外国人 包括日本人就不相信 所以我通过我自己的身份 来把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就是中国在好玩的地方 中国在有意思的地方 中国的魅力传达给全世界 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的身份是外国人 所以他们比较相信外国人说的话 虽然同一个内容 中国人拍好久不见过 我拍好久不见的话 有可能全世界的传播效果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利用我的身份 把真正的中国的魅力 传达给全世界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